大家好,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帮忙,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 选择全部,以获取最新的影片通知 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要讲,你有想换男友 结果因为新男友不够大 所以就不要换你的故事 故事开始,我们的男主角Datiao 是一个名剑技首 他有一个美丽,身材又好的女朋友 女主角 可是鲍鱼,天天吃都显啦 所以Datiao时不时会偷偷在女主角不在时 撩别的女生 这天Datiao又在撩女生了 这一幕刚好被女主角看到 女主角恶后不说 就拉着Datiao的耳朵,将她拖了出来 然后就是一脚踢过去 可是女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看见Datiao受伤了 女主角有点心疼 于是就 你懂的 可是江山一改 骨酷难移动 这天Datiao又要做出对不起女主角的事了 然后这一幕又刚好被女主角看到 What the 这里温馨提醒 如果大家要偷吃的话 请去远一点 接着为了得到女主角的原谅 Datiao开始发毒事 例如什么如果我在犯 我姐姐伸在头上 什么我在犯 就不得好喜意等等的毒事来讨好女主角 可是女主角这次没有那么傻咯 眼看毒事没笑 于是Datiao就开始了死缠烂打的模式 果不其然 最后女主角还是原谅了她 What the 之后Datiao果然收念了许多 就这样两人过了一段 你依我 我依你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 这天Datiao和女主角一起要回家时 学长男突然走了过来告诉她 今天是女子奸绩比赛哦 听到这个消息Datiao恶话不说 就抛下女主角离开了 女主角真的很生气咯 就这样两人当晚吵了一架后 就分手了 分手后女主角这里就引来了许多狂风浪蝶 但是她却没有什么搭理她们 直到小鸡鸡男的出现 女主角才对她有点兴趣 而Datiao这里就惨了 自从和女主角分手后 她的生活变得非常不如意 时常还发梦到和女主角 的场面 可是却没得搞 这天女主角同时和眼镜男 还有小鸡鸡男一起出来 两人先后向女主角约会 结果女主角就选了小鸡鸡男 眼镜男很不爽咯 但是也不能做什么 只好默默离开 之后女主角打算将Datiao 送给她的礼物全部丢掉 可是室友们劝她不要那么冲动 毕竟情侣闹分手是很平常的事 就在女主角忧郁不绝时 小鸡鸡男出现了 就这样女主角果断决定将东西丢掉 然后画面一转 眼镜男把女主角和小鸡鸡男谈面 A的事告诉了Datiao 得知这消息Datiao很紧张 她立刻去找女主角想问个清楚 结果人没有找到 只是看到自己送给女主角的礼物 与此同时女主角正在和小鸡鸡男跳舞 跳着跳着 两人就来到一间休息间休息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她什么都没做 What the 晚上女主角回到家 哇Datiao正在和室友们吃火锅啊 女主角很生气咯 Datiao健壮立刻将女主角拉进房间 然后准备送她礼物当做道歉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礼物居然是 女主角这次真的很生气了 她果断的再次坚决要和Datiao分手 之后女主角就和小鸡鸡男开始谈念 一段你浓我浓的日子后 终于来到她想要了的时刻 故事最后女主角选择了和Datiao在一起 因为 因为小鸡鸡男的鸡鸡 真的很小啊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我明白 幸福原来比幸福还重要啊 拜拜